花莲市公所日前委由台湾处餐顾问有限公司举办装进段158-159地号 及中校立体停车塔多目标开发可习性评估及先期规划委托技术服务工厅会 市长魏佳显表示为了提升市区的停车效能 除了委托专业团队来进行评估规划 也借由工厅会的管道要听取更多名义 希望未来停车场用地的目标使用 除了增加停车空间以外 也可以促进当地的整体发展 在花莲市庄进段158地号159地号 跟中校地体停车场的一个主商段783-2地号 那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些停车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接受非常多的一个民意的反应 那也来做相关的可行性评估 希望能够把这个停车场能够更多元的利用之外 也能够增加停车场的基地位置跟基地面积 那我们经过我们可行性评估的一个厂商的部分 那今天也把初步的评估的部分 来给所有的工厅会的 不论是地方是声民意代表也好 来给他们做相关的说明 那也经由这一次的工厅会 也汇聚到不少的一个建议跟想法 那会再举办第二次的一个工厅会 那我们期盼有更多的民众 如果知道这个讯息 工厅会的时间也能够踊跃的来参与 给予更多的建议 那我们期盼未来花莲可以第一个完成 促参的一个BOT的计划 也能够让花莲有不一样的一个 招商引资的一个机会 那未来可以有不一样的发展 不过多目标停车场究竟是否可行系 是与会民意代表关心的问题 包括了土地所有权 新建经费等等 还有未来的回收效益等 顾问公司也建议花莲市公所 和花莲县政府及土地所有权的国产署 能够有合作开发的共识 同时在先期规划更精准明确之时 可以扩大举办工厅会 让更多人参与公共议题也意见交流 据柳明顺花莲市报道